之前,美国政府发布消息,再次再次指责俄罗斯陆基巡航导弹,违反中导条约。 不过,欲望上不一样的是,美国这次动了真哥的,并明确指出,俄9M729导弹射选违约,美国将不再履行条约义务。 俄罗斯则反纯相机,将皮球踢了回去,称美国没有拿出任何政治证明俄导弹违约。 那么,美俄究竟是谁违反了中导条约呢? 众所周知,中导条约是美苏中导条约的简称,由美国、苏联于1987年12月,在华盛顿签署。 该条约签署的背景是,冷战期间,美、苏相机在欧洲部署中程带到导弹,这使得欧洲成为了美、苏对抗的前沿阵地。 于是,欧洲国家请求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相关谈判,以消除中程带到导弹的威胁。 当时,美国出于保护欧洲盟友,命受俄罗斯中程导弹的打击,同意了欧洲盟友的请求,与俄签署中导条约。 条约内容规定,美苏双方应相处各自拥有的射程,在500千米至5500千米的陆基弹道导弹,陆基巡航导弹及其发射装置,辅助设施。 该条约是美苏财神历史上第一个财检核决飞的条约,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财检整个一类武器的条约。 中导条约的签订最大的受益帮,表面看是欧洲国家,但实际上却是美国自己。 当时,在战略武器力量方面,美苏两国大体上不相上下,而在陆基中程带到导弹方面,苏联不仅在数量上多于美国,而且在导弹的性能上也将美。 湖更胜一筹,S-S-20导弹的射程,不仅可以覆盖欧洲,而且也可以改装成洲际导弹和改变摄像,可打击美国本土的一些目标。 此外,美国在欧洲的反导防御系统并不成熟,面对可以安装多个弹头的S-S-20导弹几乎束手无策,美国即便在欧洲部署再多的潘兴富二导弹,也无法防止苏联的攻势。 而中导条约的签署,等于是美国用最小的代价,换取了最大的利益。 时过境先,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反导系统致舰成熟,这些系统既有以战役战术导弹为目标的爱国者负三,也有以中远程弹道导弹为目标的地基中断拦战系统,这使得其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能力与续俱增。 同时,美国领导的北约在俄边境地区的飞机数量增加了八倍,兵力增加了十三倍,并新部署了三百多辆坦克、装甲车等重型武器。 为了取得绝对的战略优势,在欧洲部署新型中乘戴到导弹,中导条约就成了最大绊脚石。 因此,美国平反指责俄罗斯涉嫌违反中东条约。 然而,与美国频频指责,却并未提供违约的具体细节,和射讯违约的导弹型号,及其技术参数相比。 在美俄举行的中导条约旅约谈判中,俄罗斯向美国提出了自己的质疑。 这些质疑就包括美国用女导弹防御系统试验的靶弹,武器化的无人机,以及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的陆基MK-41多用途导弹发射装之等。 有专家就指出,美俄互相指,则对方违约都缺乏说服力。 俄罗斯的9M729导弹只是一款在伊斯坦德2M导弹系统现代化框架下研发的导弹。 其射程在500千米范围内,并不为版条约,而且俄罗斯也将相关参数公布于宙。 美国指责俄罗斯违约就显得十分牵强,而美军可发射射程超过2000千米的海基战斧。 巡航导弹的MK-41多射装置,虽在美军导弹巡洋舰是逐渐上普遍装备,但其仅作为海基部署,并不属于陆基导弹发射装备。 其实,美俄在中导条约问题上相互指责,但都拿不出可靠的证据,这表明,他们都在将毁约的责任推卸给对方。 现在,美俄已经相继退出中导条约,俄还放出狠话称,如果美国执意在欧洲部署中承戴到导弹,那么俄只能封陪到底,并将作出对等回应。 请,继续小猪目标台湾和美冬色检托作剧肉,有破本宗安 station Rogers访称 克农和可掩顰。 这样,女主�请,继续申部署中设定口中处。 参丸三碗不预于енного feature提网量入什么宗安匙赈夕底支 catch。